欧洲理事会副主席瑞典国会议员林德布劳德 以政权与资产为题 星期五向瑞典和欧洲主流媒体发表文章 谴责欧卫公司道德沦丧 为了利益甘心做中共的奴才 林德布劳德说 欧卫公司由于对利润的渴望 已经成为中共的奴仆 或者如列宁所称是好用的蠢货 记者吴江界组织公布了一个电话录音 那是欧卫公司的人 与一个他以为是中共代表之间的谈话 这个电话录音揭露了一个彻头彻尾的 丧失脊梁股的欧卫公司 依照中共的意愿关闭卫星信号 而对外却以技术性问题作为借口 林德布劳德还亲自致信给欧卫公司总裁 要求欧卫立即恢复新唐人对亚洲的信号